你还有你这样 兄弟们最近我们这边不能堂食了 来前几天是想去吃椰子鸡的 因为之前在广东的话呢吃的也比较少 但突然一下的话呢说不能堂食了 这就很尴尬 不过没事啊 堂食虽然堂食不了啊 但是我们还好啊 快递还没停运 来这里是我花了212块钱 买的六人份的 中贵版椰子鸡六人份 今天咱们就话不多说啊 椰子鸡汤现成版啊 虽然说堂食不能搞了 咱们搞一波快递版的啊 椰子鸡汤啊 看到没 小箱子里面是野生竹孙 我不知道这个念是不是念孙了 还有一包响铃卷啊 两个东西 这里面应该是鸡肉什么的啊 来兄弟们 里面东西确实挺丰富啊 这个是海南文昌鸡 椰子鸡佐料 这包是珍珠马蹄 潮汕牛肉丸啊 墨鱼丸 椰子鸡调味汁啊 椰子肉啊 筋道面 虾滑 速冻椰子水啊 两大罐 两百多块钱呢 就这一堆东西啊 我不知道值不值啊 因为我去外面吃的话 好像也就是一百来块钱啊 两个人两百多 其实也个人觉得还行啊 他就说呢 通论方法是椰子水呢 你可以加白开水 也可以不加啊 正好他这有两升啊 两升 我觉得还得加一点 哦 别说 确实是椰子水啊 配料表写的都是椰子水 看到没 两罐啊 直接搞里头 刚刚倒了两瓶啊 然后我们直接再接一瓶开水进去 这水肯定是不够的 就两百开 然后这个椰肉啊 搞下去 开火给它煮一下 然后他这里呢 这些东西调料啊 我们要给它捣碎啊 最细节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啊 里面连小米辣都有啊 而且还是新鲜的 你看确实 因为我昨天下单 今天就到了啊 确实很快 直接用破皮机给它捣碎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料汁啊 这个应该就是酱油醋什么的啊 好 蘸料吃法呢就有了 看到没了 哎呀 这个料一绝兄弟们 刚刚那个火没了啊 换了个锅 这香啊 这个椰子 就是那个椰子味的清香 你那你还有你这 没有 你这你这 来直接下肉啊 下肉 它写的是五到七分钟啊 我们保险一点煮个十分钟好吧 我闻的有一股牛奶味啊 你们闻到牛奶味吗 还这样 你直接测上去闻不就行了 你跟它耗子一样 嗯 羊奶的味道 来吧先尝尝吧 这个就是足够足够的 懒人版的椰子鸡啊 不是懒人版 就是半成品 那不还是懒人版吗 这个肉确实香啊 你不在调调吃吗 你可以先尝个原味的吧 先尝个原味嘛 你口味怎么那么重啊 飞哥 来飞哥 好吃吧 嗯 羊味呢可以 我那个椰肉也还可以 它里面真的有一股那股满香味 我吃了个椰肉 你蘸个酱试一下吧 那个酱 是酱谁调的 我跟你说懒人版 它直接发过来的 我炸了一下就行了 蘸酱才是灵魂 你们谁吃过正常的文昌鸡 文昌鸡是一个菜名 还是一种鸡啊 一种鸡 它这个鸡叫文昌鸡 海南文昌鸡 然后从东莞发的货 看这个酱啊 酱 可以 感觉好像就要蘸这个酱 好脆一点 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吃 吃这种蘸酱版的 羊味的还是不太适合 羊味的要年纪比较大业呢 吃着 咱们就是属于重盐 重辣 口味比较重 你上去广东吃的是这个味道过 不是 它比这个好吃 相似度有多少 80% 那就差不多 干一个 今天喝橙汁吧 橙汁 其实仔细看 这汤的油还是挺多的 你看看 这样看的话它是白白的 就拿勺子这样咬一下 你看 黄了 看到没 还有油的 现在没有碗了 拿这个纸杯 非常时期拿纸杯 这个还是蘸酱 不过它这个蘸酱 灵魂 你上吃的时候有蘸酱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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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己调 这个叫竹孙 野生竹孙 来 下下下 把那个丸子也可以丢下去煮 丸子煮久一点 可以吃了吧 唉 鱼的都吃了 鱼的都吃了 我也蘸酱 蘸酱好吃吧 他这个好吸汤啊 还是在蘸酱 烧烧的 好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差不多就结束了啊 这也没剩下多少东西 还剩下那个面还有个虾滑没吃 其他基本上都吃了 那些东西我们留下回再吃了 反正冻在冰箱里也不会换 对 这里的话呢 等会我们就慢慢的给它消灭掉吧 也没多少了 就这几个碗子 主要是汤珍贵 汤其实我们等会还可以下个面吃 这个鸡汤十分的珍贵 鸡汤就是珍贵的 喜欢的兄弟们记得帮本条视频点上一个赞 我们是河巴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